大家好 欢迎来到议事档案 我是路遥 在日本 每年被处决的死刑犯数量很少 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475条规定 死刑定验后 案犯必须在6个月内被执行死刑 前提条件是 必须要有法务大臣签署的执行令 以及案件上诉或再审手续都已经完结的情况下才行 历届法务大臣出于自身考虑 如果并非证据确凿的案件 他们一般都能拖就拖 毕竟国内还有一大批律师团体和民众支持废除死刑的 也正是因为这两项的加持 大部分的死刑犯即使被法院判处了死刑 也不会立即被执行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可以在拘留所里继续生活着 今天我们就聊一个关于死刑犯的故事 主人公名叫哭田 原先是一名拳击手 1966年 他因被怀疑杀害老板一家四口而入狱 警方对他进行多天的审问后 最终他承认了罪行 可是到了庭审当日 他却一改之前的口供 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所有的自败内容都是受到警方的刑讯逼供财招的 就在警察和检方都陷入困境之时 一年后他们得到了新的证据 反院最终依靠检方提供的新证据 于1968年判处库田死刑 在此后数十年间 他一直为放弃抗争 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而同样相信他是无罪的 还有当时旧本案下达死刑判决的法官 雄本点道 他在2007年打破手密义务 就判决结果不公而发生 最终在雄本和库田姐姐以及民众的努力下 法院于2014年决定重审此案 他也得以被法院释放 他因此成了抗争的英雄 得到了吉尼斯基录的认证 成为世界上被关押最久的死刑犯 被捕入狱后的48年间 库田都经历了些什么 当年法院判定杀人罪名成立的关键证据 又是什么 雄本点道 在死刑判决多年后发生的原因 又是什么 今天的意识大案为你讲述 世纪冤案 库田事件 日本金高县位于本州岛的中部位置 处于东京和大阪之间 境内有富士山 伊豆 热海等著名的旅游景点 还有汉堡肉 金枪鱼盖饭 卖鱼饭等有名的小吃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樱桃小丸子的家乡 金刚县清水区 库田岩 出生于1936年3月10日 原是一位职业拳击手 他曾保持着一年16场比赛的日本最高纪录 但是拳击带给库田荣誉的同时 他身体也在一天天的发生着变化 1961年5月 库田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放弃热爱的拳击事业 隐退后的他拿着积蓄 与女友艾子开了一家酒吧 两人在开业后的第二年结婚并带下一名男孩 可是库田在这之后染上了赌博 艾子在家带孩子的同时还要负责酒吧的经营 实在忙不过来的他劝库田借赌的时候 还反被家暴 忍无可忍的艾子最终丢下孩子一个人离开了 库田在这之后才知道艾子一个人抚养孩子的不义 1965年 库田将儿子送到金刚老家给母亲抚养 自己则在清水市找了一份未曾制造厂的工作 这里说明一下 清水市于2005年才撤市建区 为了还原当时的事情经过 接下来我会用清水市代替清水区来讲述 戒赌后的库田在这里工作没多久 与同事松下文子相识 两人关系越走越近 成为了恋人 同样省事库田的 还有未曾厂的董事 乔本腾雄 他是社长的儿子 被视为将来要接班的人 乔本喜欢竞技运动 是柔道二段 工作之余 他与库田会经常一起训练 乔本家就住在工厂不远处 偶尔还会邀请库田上家里吃饭 对于库田来说 虽然放弃了热爱的拳击事业 但在这里他收获了爱情 得到了老板的青睐 他觉得非常满足 平时干活也比其他员工都卖力 可令库田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将会改变他们所有人的命运 1966年6月30日 凌晨1点50分 乔本家边上的一位邻居 起来接受时 听到乔本家传出奇怪的声响 他起初以为是野猫 闯到家里不小心摆翻了东西 可等他从厕所出来时 发现乔本家里有火光 并伴有木材燃烧的声音 二楼窗户里传出了大量的浓烟 意识到不对劲的邻居 一边大声呼叫 一边跑到街上 暗想了消防警笛 周边住户听到声音后 起来发现 乔本家已是火光冲天 他赶紧拨到了火警电话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这里是着火点 这里是卫村厂 两地相距32米 工厂的二楼作为员工宿舍 窟田和部分非本地员工就住在这里 工厂和乔本家中间隔了一段铁路 正在二楼宿舍酣睡的窟田 听到消防警报后 和员工们起来一看 是老板家找火了 大家赶紧披上睡衣 就赶去现场救人了 此时是凌晨2点10分 没过多久 消防车也赶到了现场 消防员看到窟田 一行人身上湿漉漉的 原来他们打算冲进去救人 但是由于建筑是木造的 火势蔓延太快 等大家合力把火扑灭时 已是凌晨2点30分 大家首先在卧室里 发现了母亲千惠子 及儿子雅一郎的尸体 在摆放钢琴的房间 发现了二女儿服侍子的尸体 最后在通往一楼后门的路上 发现了屋主 乔本腾雄的尸体 一家四口全部死亡 尸体都已经被烧焦了 可是奇怪的是 着火时屋里没有传出任何呼救声 赶到的警方对现场勘查后发现 自然所穿衣物上都有汽油的味道 一楼头往后门的道路上 发现了两个布袋 其中一个还带着血迹 通过员工询问发现 原来6月30日当天 是发工资的日子 而这些布袋里 装着员工的工资 警方在对现场剩余的布袋 进行统计时 发现少了一只 而这只布袋里装着 82,325元的现金 加上现场丢失的 另外两只布袋里的现金 共计20万日元左右 7月2日下午2点30分 警方在距离桥本女儿 尸体附近不远处 发现了一把 没有刀柄和刀鞘的小刀 刀身长12.1厘米 宽2.2厘米 但是上面没有发现血迹 在仓库里发现了一件黑色雨衣 雨衣的右边口袋里 装着这把刀的刀鞘 警方随后叫来了 一起参与救援的员工 进行问话 这其中也包括了枯田 过程中 警方发现枯田 左手手指上绑着绷带 你左手中指的绷带是怎么回事 哦 这是当天参与救援时不小心受伤的 辛苦了 当天救援过后 发现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 就是感觉这几天没什么食欲 对员工问话过后没多久 法医这边的事检报告也出来了 四人身上都有刀伤 大部分都集中在胸部颈部等致命位置 伤口形状和切口也大相径庭 屋主乔本腾雄被刺15刀 妻子千惠子被刺7刀 二女儿福士子被刺9刀 儿子亚一郎被刺10刀 其中乔本腾雄和福士子肋骨都被切断了 二女儿身上有一处伤口刺透肺部和心脏 直达胸椎 深达14.7厘米 7月3日警方对卫森制造厂进行了检查 在仓库内发现了一个18升装的汽油桶 得到工厂管理的同意后 警方将油桶带回了警局 检查后发现里面的汽油还是12.35升 通过对制造商的询问 发现这个油桶是6月23日被配送到卫森厂的 当时这里面装着满满18升的油 再次询问工厂里的员工 得到的答案是 油桶被派送来之后并没有人打开过 警方就将汽油和被害人身上的衣物送去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 二者成分一致的可能性非常高 7月4日 警方带着搜查令对工厂进行彻底的搜查 在排水沟里发现一块手帕 上面带有长条形的血迹 在对二楼员工宿舍检查时 在枯田宿舍内发现一套睡衣 左胸以及右膝处有血迹 警方将手帕、枯田的睡衣和之前发现的钱袋都送去进行了鉴定 结果显示 除了钱袋上面的血型不明外 手帕上的血型为AB型 枯田睡衣左胸处的血型为AB型 右膝处为A型 除此之外 枯田的睡衣上还检测出了汽油的成分 和警方没收的一致 随后警方又对整个工厂进行了卢米诺测试 发现有六处呈阳性反应 其中工厂变门、浴室和排水沟的群板上都检测出了A型血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四位死者以及枯田的血型 乔本腾雄A型血 千惠子B型血 福士子O型血 雅一郎AB型血 枯田B型血 与此同时 案发现场发现的小刀 边上找金氏的一家商店内有出售 警方拿着枯田的照片给商家辨认 店主证实 枯田之前在这里有买过东西 有了这些线索后 警方对枯田申请了拘捕令 8月18日 警方正式逮捕了枯田 入狱当天的体检报告显示 枯田手指上确实有长1厘米 宽4厘米的伤疤 判断是被另任划伤所留下的 右肩处有长1.5厘米 宽0.5厘米的愈合组织 8月19日 警方开始提审枯田 枯田在被审问过程中 否认自己的睡衣上有血迹 至于手上的疤痕 他表示 是当日参与救援时所留下的 掌握了之前这些证据的警方 哪里会相信这些 他们对枯田进行了轮番审问 从8月19日至9月6日 警方每天都会对枯田进行问话 平均每日审讯时间超过12个小时 多的时候 一天审讯近16个小时 这其中 枯田只见过三次辩护律师 并且每次会面时间不超过15分钟 因为枯田始终不肯认罪 警方后来连厕所都不让他去 在枯田苦苦哀求下 警方搬来了便携室厕所 让他当着众人接手 终于 枯田在这样高强度的审问下 崩溃了 9月6日 距离法律规定20天拘留上限 还有3日 枯田招供了 他承认 杀害了乔本一家 理由是 在老家的儿子和母亲 需要支付房租和生活费 他看到过 每个月月末 乔本都会准备工资的钱贷 想到家里的母亲和孩子 他动起了歹念 打算从乔本家 盗取一部分现金 案发现场 发现的小刀 则是他在3月末的一个周日 去找金氏玩的时候 在当地的一个小店内购买的 1966年6月30日 枯田穿着睡衣和黑色雨坯 带着这把小刀 从宿舍出发 翻过铁路栅栏 来到了乔本家外 看到外面有一棵大树 他爬到这棵树上 在翻到乔本家的楼顶 通过排水管滑落到院子里 没走几步 就被乔本屯雄发现了 两人开始扭倒起来 呼田在杀害乔本的时候 自己的手也不小心被刀划伤 接着 他发现边上书房的窗户没关 呼田就从这里翻进了屋内 在摆有钢琴的房间 撞见了二女儿福士子 呼田拿出刀 对着他的胸部 脸刺酒刀 福士子当场倒地 接着 他又来到了千惠子 和儿子雅一郎的卧室 千惠子拿出了三个钱袋 扔给呼田 说道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吧 拿上 赶紧走 听到这些的呼田 拿起刀 就将卧室里的千惠子 和雅一郎相继刺死 这才拿起钱袋 准备离开 绕了一圈发现 后院的大门上下有两个脚链锁 下面的锁正好坏掉了 呼田就从这里钻了出来 回到了工厂 从工厂的小门钻了回去 经过浴室到达仓库 他用塑料桶从仓库的油桶中 取了部分汽油 再折回现场 用乔本家的火柴 点燃了这些汽油 放火后再度跑回了宿舍 而后阳装睡着 直到和员工一起赶到现场救火 至于抢来的钱 4月11日 呼田将其中的5万日元 拿给了松下文子 让他保管 就这样 警方拿到了长达28页的自首资料 9月8日 知道呼田已经招任了的检方 一行对他进行了询问 呼田面对检方的询问 承认了就是自己杀害了乔本一家 照顾的内容和警方的笔录基本一致 除此之外 呼田还承认了当天他参与完救援后 从乔本家随手拿了一块手帕 拆了一下伤口 然后将手帕丢到了后院的排水道里 抢来的7万5千日元 藏在了工厂的发酵室 9月9日 检方正式以强盗杀人 放火罪起诉呼田 就在起诉后的9月13日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的一家邮局里 配送员发现了一封寄给清水市警察署的信 但是上面却没有写 寄信员的姓名 也没有贴邮票 警方拿到信封后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装着一笔现金 分别是3张1万元 2张5千元 10张1千元 1张500元 和2张100元 18张纸币都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其中两张1千日元的纸币上有类似圆珠笔写的字 以挖哦 这正是枯田的名字 此外还有一张100日元的纸币上带有血迹 警方在事后将其送去检验 但并未发现血刑 除了钱之外 信封中还附有一张便签 上面写着 不知道这些钱 何时出现在我放在微层工厂里的包里的 别对我寄行问罪 这些字全部由贾民写成 到底是谁寄来的呢 难道是松下文子害怕事情暴露而寄来的吗 早在8月22日 警方就对松下文子家进行了搜查 当时并未发现任何线索 不过有了枯田的口供和这些钱 警方在之后还是以盗品保管罪逮捕了松下文子 11月15日 本爱在金刚当地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 检方向法院提交了之前发现的所有证据 枯田方面在出庭后 全盘否认了之前的供词 他称自己在问讯过程中遭受了虐待 这些都是警方强迫他承认的 我没有杀害乔本一家 我没有放火 问讯过程有为人权 拿到的证据不应该被采信 我的税衣上没有血迹 这些都是警方和检方捏造的 此言一出 检方立即陷入被动 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319条规定 被迫照顾的内容都不能被作为证据采用 没办法的警方只得继续寻找线索 1967年8月31日下午3点40分 未曾制造厂员工在进行作业的时候 在工厂一号筒靠近底部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马带 大家一边议论是哪个缺德的 将这东西放入食物中的同时 打开马带发现了五件衣物 当把这些衣物拿出来展开后发现 所有的衣物上都是血迹 他们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赶到后收缴了衣物 这些衣服会是谁的呢 这个时候在工厂里发现五件血衣 而工厂老板一家全部被杀害 这让人很自然的联想到 这些东西就属于凶手 可检方向法院提交的报告里 详细说明了 枯田当天晚上是穿着睡衣醒凶的 由于睡衣偏白色 他就在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雨坯 到了桥本家之后 他将雨坯脱下 丢在了仓库 假设现在发现的这些衣物 才是枯田行凶时所穿的话 那之前准备的起诉资料 以及证据供词将全部被推翻 根据时间推散 1966年6月30日 桥本一家被杀害 案发后 警方于7月4日对工厂进行彻底搜查 当时考虑到管理方 不允许外人随便翻动卫村 所以当时他们只是打开了盖子 在上面俯瞰了一下 当时桶内的卫村 大概还剩下20至30厘米深 这个时候 如果要藏一个麻袋到下面的话 是否可行 7月20日 工厂将新的卫村分入木桶 这些卫村直到一年后的 1967年7月25日才被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装满卫村之后的木桶 是什么样子的 工人会将表面刮平 最后封好 并在上面压上类似石头的重物 这个时候 再想往里面藏东西 是否可行呢 新发现的这些血液 警方将会如何处理 海外出厂的熊本点道 和库田的姐姐又会作何行动 审讯时的录音 到底记录下了哪些内容 虽然乔本一家四口被害 但是乔本还有一个大女儿 平时不和她们住在一起 案发的前一晚 她的大女儿回到了家里 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些我们留到下期继续讲述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里是一时档案 我是路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